中国爆发武汉会员 一开始全世界都还没有警觉 台湾是全世界第一个登机裁检的国家 台湾也是派出华航专机 把在武汉的国人乡亲接回来的国家 而城市中就是那个穿着密不通风的黄复衣 不眠不休守在机场的人 保平新号邮轮回台 全船有1738名旅客等待着花烧的筛检 城市中是三次亲自登船 等到最后一个旅客下船才一起回家的人 当台湾疫情稳定 疫苗没有人有意愿打 30万剂的疫苗就摆在那里 城市中和我全国第一个带头示范打疫苗的人 疫情起起伏伏 病毒不断变化 而各地的情况都有不同 从北隆的群聚 环南市场 桃园医院 苗栗电子厂 到屏东的马术纳筛检 从台湾头到台湾尾 无论是哪一个县市 哪一个地方 有需要 城市中一定是在第一线 请力资源的人 黄疫1000天 其中的908天 指挥官就是城市中 城市中是那个吸手黄疫团队 一起把台湾疫情控制到最好 让台湾的经济表现 能够在全球名列前茅的人 而城市中担任卫福部长任内 更是让育儿津贴宽被 让照顾长辈的长照福利 比马政府时代成长了600多亿 还让全国不运政的家庭得到补助 让台湾到今年底就能多诞生1万多名的孩童 面对这场百年大疫 台湾跟全世界一样 都是第一次拿到考卷 而我们却因为有城市中 在最困难的时候担任指挥官 我们考出一张世界各国都称赞的成绩蛋 他是城市中 一直是一个稳定热情坚定负责的人 是一个首都市民可以托付 可以信任的人 我也相信城市中 是一个能够带领台北市 面对各种挑战 未来能够走出新局的市长 城市中需要你的支持